Hello 各位早晨 我有個系列是講一些比較舊的電影 因為好戲其實很多人都會有看過 但我專門選一些我覺得他的質素 起碼在我心目中的份量和他的名氣是不成正比的 所以值此機會宣傳一下會否有些聽眾未看過可以畫來看 因為好戲很少 如果有些好戲未看過 原來還是舊戲 說不定Blu-ray有便宜可以買到 最棒 今次說的是這一齣 《Orphan》 我覺得《Orphan》這齣戲 我在看之前只看那個poster 我就已經覺得 咦?他的宣傳做得很好 因為他的tagline 說這個女生好像有點古怪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Esther 你看這個poster的時候 她好像很正經的樣子 是一個正面的照片 但她說得很對 你覺得好像有些東西不是很妥當的 有些人說原來這張照片 兩邊是一種完美的 兩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看起來會有點古怪 不過不管什麼理由 我只覺得她的poster 看起來好像很平凡 但她說得很對 這個女生的樣子好像很有些古怪 她又不是整色整色的樣子 但她是有一種感覺 也反映出她的選角選得很好 她真的很好看 她的故事是說有一對夫婦 女兒是Vera Farminga 男兒是Peter Sarsga 兩個都是懂得演戲的人 但也未算是一線演員 但我相當喜歡Fair Farminga 他們是中產 很有錢 住很大間屋 他們有一兒一女 相當小 他們過去曾經有創傷 各自做錯了一些事情 但他們想重新再來 他們就打算領養一個小朋友 在因緣際會下 他們就領養了Poster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最初跟他們相處得不錯 後來就開始有些奇怪的舉動 例如穿衣服很奇怪 你看看她背著她們做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說的話又好像很腦跡 為什麼呢 究竟這個家庭會不會被這個女生傷害到 故事就繼續發展下去 這齣戲是有些巧合的 我也不會說她是心思神物 這不是Arcathartisty的小說 但裡面是有一個秘密的 秘密也是不錯的 在她的Poster上面也有說 Can you keep a secret? 有些戲用secret來做招來 那secret要有差不多份量 我覺得是有份量的 是頗好看的 整體來說 初初你看這個牌頭 就很容易會把這齣戲classify 做 那些evokid的電影 有些小孩子做一些古怪的東西 那些這樣的電影 例如那齣六六六那齣什麼東西 Omen 空嘯 都是那類的電影 那類的電影 空嘯是好戲 但通常用小孩子來做壞事 做一些殺人犯 做魔鬼那些電影 都是很少的 但這齣戲其實是比那些 一般的evokid movie 就是高張很多 我覺得是 簡直不是同一個 不是同一個level 我覺得這齣戲是出色的 slasher movie 可惜這齣戲是生不逢事的 否則這個女生可以做一個 icon 例如Let the face 那些 為什麼這齣戲是這麼特別的 比起其他evokid movie更突出呢? 我覺得這齣戲是做得很好 首先第一 她的角色是選得很好 這個poster 你看著這個女生 我不知道她之前有沒有演過什麼 她後來還有其他演出 但老實說 我心目中她出色的演出只有這齣戲 這個女生叫Isabel Fuhrman 這個女生 她的樣子 是艱到 陰沉到 我簡直是喜歡她 因為昨晚我在看這齣戲的時候 逢是這個女生 在做一些艱的事情 離了的時候 我簡直是為她鼓掌 看得很high 我老婆覺得很奇怪 我問她有沒有搞錯 但是她做得很好 好看 我覺得是 真的超棒 只是為了看這個女生 這齣戲 根本上就是 這齣戲 她的故事 這個角色 其實是很over the top 很誇張 很誇張地兇殘 和出人意料之外 這麼聰明 這齣戲 其中一個的謎團 Can you keep a secret 她裡面有個謎團 她的謎團 這個女生 她是有點古怪的 這不是secret 她的圖片都問 有什麼問題 究竟她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鬼上身 我老婆沒有在我旁邊看 我看完之後 她問我 她是不是鬼上身 是不是瘋了 她是不是瘋了 她是瘋了 她是不是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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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什麼問題 到最後 她因為有這些謎團 她做的事情 是很古怪 很離奇 她處理得不好 你會覺得整件事好像很流 當然幻想成份是很重 但是會流到破壞了一齣戲 但是這齣戲沒有 這齣戲沒有 由頭到尾 有一個發掘的過程 是有趣一點的 就不只是說這個小孩做壞事 而是有一個發掘的過程 你會想知道她的背景 究竟是什麼 然後那些主角陪那些觀眾一起發掘這件事 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最後你知道了解釋的時候 是令到那個 我覺得是提升了整齣戲 是令到那個結局 有一點點令人心寒 這齣戲出的時候 有另外一齣港產片 被人說她抄襲這齣外國片 因為他們裏面有些想法很相似 我個人來說 我完全不覺得那齣港產片是抄襲這齣 因為兩齣戲的質素實在差太遠 那齣港產片是爛片 爛片扮大片那齣 看得令人覺得憤怒 但這齣戲我覺得是A級好片 非常好看 這個女生其實不是做大量很厲害的壞事 但是她一出手的時候 真的令人心寒 你會覺得 嘩!嘩!嘩! 看成這樣 作為一出經論片 看成有這樣的反應 你真是負伏何求 所以這齣戲我是非常推薦 尤其是如果你是沒看過的話 絕對值得找來看看 我給她的評分是A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簡直是要去戲院看的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